在巴黎奧運光彩奪目的背後 有許多法國人的權益 被犧牲了 星期二在市區出現了幾十個帳篷 他們是為了抗議當局 為了巴黎形象 在奧運前把大量的街遊趕出去 另外有少數族一抱怨警察 把他們當作恐怖分子來監控 讓許多人無法自由行動 連工作都快不保 賽事最熱烈的階段 巴黎巴士底廣場六號突然搭起 數十個帳篷 引起不少遊客側目 支持住房權的民眾 星期二刻意在五環標誌附近搭帳篷 要讓全世界看到法國政府 對巴黎住房問題有多無能 廣場抗議的多是無家可歸人士 他們控訴法國政府 不但無力解決住房短缺 還為了巴黎的形象 在奧運開幕前強勢清理街頭的帳篷 趕走居住在空屋的街友 非政府組織就估計 去年有上萬人被趕出帳篷營地 和帳屋區 另外也有不少人是被房東 趕出住房 流落街頭 不過示威才幾小時警方就大陣仗前來拆除帳篷 並駐守在巴士底廣場 阻擋抗議人士 再度搭棚 同樣因為奧運遭到無望之災的 還有少數族裔 為了確保奧運安全 法國當局以反恐法擴大警察權力 可預防線監控危險分子 部分穆斯林因此變成警察的針對對像 二十一歲的摩洛哥義穆斯林阿敏 現在行動就受到限制 因為情報部門控訴他 在網路發佈斬首和威脅圖片 將他標記為有威脅性人物 阿敏則聲稱他賬號被盜 但沒有被遠景接受 另一名送貨司機也是同樣情況 而因為被警方禁止離開居住地 連工作都快不保 根據法國政府的說法 目前有五百多人遭到警察 用類似方式監控 理由是維護法國安全 但其中部分人士已委託律師協助申訴 公事新聞 蒜林編譯